好猶喔 無預警發生地震 而且越來越大力 早餐店老闆娘趕勤喊聲 指揮客人往外逃 老闆則在店內護著身材器具 宜蘭發生五級地震 還有住家監視器也拍下驚險瞬間 男子在客廳滑手機 突然感覺搖晃 第一直覺轉身查看漁缸 眼看漁缸水都震出來了 整個要傾倒時 他飛撲想救 但這個漁缸還是摔碎 手還因此割傷 養了十年的陰龍歸西了 讓屋主相當心痛 而四林山花蓮大地震 全台都有感 除了花蓮最大震度六強外 北部地區有四級到五強 中部地區四級到五弱 而南部地區則是四級震度 台中就有英勇爸爸 睡夢中感受到地震 一秒驚醒整個人跳起來 把一雙兒女緊緊抱在懷中 接著太太也來了 一家人抱在一起 而同樣應用的還有台中一名 富兒科的護理長 看到女病患因為地震緊張到腿軟 她立刻衝上前當人形扶手 男投則有幼兒園老師地震當下很鎮定的指揮小朋友 趕快躲在桌子底下避免被掉落物砸傷 地震當下大家忙著避難桃園這名爸爸卻是無動於衷 無論怎麼搖晃櫃子內的物品一漸漸砸落地面 都沒辦法把這名爸爸搖醒 畫面之後被太太PO上網 直呼真的是睡覺皇帝大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